7月24号我们要在北京做一场线下活动 来跟你讲一讲美国房地产市场增长最快的一个资产类别 以及你该怎么抓住投资机会 我是北美绝经黄有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向你问好 如果你关注我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你会知道我早在两年前就多次跟大家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说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资产类别是值得你关注的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自2020年以来 这个资产类别成为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中 发展最快的一个资产类别没有之一 这个资产类别是什么 就是built to rent的社区 所谓built to rent的社区呢 它指的是整个住宅社区 我从设计开发的阶段 我就是为了出租的 比方说整个社区我建200套房子 这200套房子将来都是要长租出去的 不是卖给那些自住的人的 那你说这样的社区和普通的社区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大了 它从一开始的社区的规划建设到具体的户型用料都是以出租为中心的 那也就意味着它在空间上可能是更有效的利用 它在建筑材料上可能更能够防租客的各种不小心的使用或者是破坏 那么整个社区的管理也会有统一的管理 这就是built rent的这样的一类资产 那这种资产为什么在2020年以来增长特别快呢 我们从具体的数字来看 它在2020年新建的比2019年猛增了2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疫情 那么疫情让很多原先住在拥挤的公寓楼里面的人 想要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窗户更多的新鲜空气 那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从公寓楼里面搬出来住到透天独栋的别墅里面去 那对于这些住惯了公寓的人来讲 他们需要的是服务方面比较好的住宅 而这种built rent的社区呢 它一方面有类似于公寓的服务 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别墅的居住环境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呢 很多的人就选择这样的一种租住的房屋 这也是很重要的对于built rent这个社区的一个推动力 那么在7月24号 我们北京的线下活动的现场呢 我们会更多的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德克萨斯州最大的built rent的建筑运营商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他们会从开发商的视角来跟你讲一讲 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这么火爆 究竟发生着什么 因为很多的朋友人在中国 每天都在听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这样火爆那样火爆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从开发商的视角来看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件事情 对不对 而且我在两年前还跟大家讲到一件什么事情 我反复的讲 你买房啊 不要盯着那个市中心 这是很多中国人在买房的时候的一种惯性 一提到投资房地产 一提到买房 我就想买市中心 我说你不要盯着市中心 现在你看 这个趋势是一个永久性的 我告诉你 就是人们更多的想要搬到郊区去住 人们想要远离人口稠密的市中心 现在你买房应该买什么位置 大城市往外走起码40英里的位置 你千万不要买到市中心去 这个趋势我告诉你 不是短时间的 它是永久性的 不是一年两年 未来十年都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7月24号在这方面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的更多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我把报名的方式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报名 然后到现场了解更多美国房地产投资的资讯 第一手的信息 实际上你知道对于中国的投资者 你居住在中国想要投资美国房地产 以前这件事情呢 是比较麻烦的 你要去买二手房嘛 你还要把这个房子给管起来 另外一种选择 你去买那些建起来是为了自住的房子 但这种房子呢 它让你的投资回报 往往是不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的 因为自住房 它更多的讲究的是气派 讲究的是空间大 讲究的是用才好 那也就意味着 它对空间的浪费是很多的 它的建设成本是高的 那这最终都是由你投资者来买单的 而所有这些要素呢对于你的租金回报来讲 其实是不利的 另外一方面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你买了一个房子孤零零的在那 你怎么去管啊 这是一个碎片化的事情 对于你来讲这个管理的成本是更高的 或者说事情是更麻烦的 现在随着built to rent这样的一个资产类别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资产类别真的是给居住在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它绝对是中国人投资美国出租房的一个最佳的选项 你想一想 整个社区从一开始建造 就是为了出租的 然后呢整个社区还有统一的管理 那对于你来讲 这个是最省心的 这个呢也是最容易让你的投资回报 投资收益最大化的 你绝对不希望错过7月24号 我们在北京的线下活动 因为我们会跟你讲更多这方面的资讯 这方面的秘密 以及你应该怎么投资built to rent 这样的房子 这样的资产类别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现在就联系我的同事报名 他们会在北京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